由于张长宁离阵受伤,本届亚运会,刘晓彤成为了中国女排的绝对主力,她很好地扮演了朱婷对角的角色。 在已经结束的三场比赛中,她发挥的军客圈刻点,尤其是与韩国队一役,其大力跳发,有效地破坏了对方的异传,是中国女排能够成功复仇的主要功臣。 张长宁离出发前因商退出,令朽妮开始担忧中国女排,家军会的争冠检警,作为朱婷对角的最佳人选。 张长宁确证,令中国女排已经建立成型的异传体系,需要推导重来,刘晓彤以及李莹莹,包括后来补照进队的断放,进攻能力与张长宁相比可能并不逊色多少, 但是一串保障和串联作用,都还无法与张长宁相比,伴随着外界的担忧,亚运会女排项目的比赛全面打响,中国女排已经取得了三联胜的成绩,如果说前两场的对手军实力不济,那么第三场三比零击败韩国队的比赛,则是一场三场淋漓的胜利。 三场比赛一局为市,除了结果非常理想,球员在比赛中的表现更加令人欣喜,尤其是刘晓彤,他用自己的实际表现,打消了外界的担忧和质疑。 三场比赛,刘晓彤军是场上的主力,越南和中国台北这两个对手军实力平平,球员即使有增加表现,也很难服众,与韩国队的比赛,才是中国女排真正的事件时。 诚然,大部分的球员在这场比赛中的发挥群可圈可减,尤其是替补登场的一条敌更是令人眼前一亮。 不过,刘晓彤在比赛中所展现出来的全面性也令人印象深刻,特别是他的大力跳发,有效地破坏了对方的一传,乱进攻,刘晓彤不及诛情,甚至于丽莹影相比也没有太大的优势。 论一传,刘晓彤虽然具备接六轮的实力,但是不及接应位置上的攻翔旅和曾春雷稳定。 论来往,刘晓彤与复攻位置上的严尼和云新月相比也相巧甚远,但是,虽然各线技术在队内都不算出类拔萃,但刘晓彤的全面性却在队内凝裂前茅,大力跳发更是成为了他第一项绝技,与旅在比赛中发挥关键作用。 尽管说刘晓彤是张长宁的替身也许并不恰当,因为两人的风格完全不同,但刘晓彤很好地承担起了朱婷对角的角色,是中国女孩能够连战连结的主要功臣。 从郎婷连续让刘晓彤首发也能看出,郎婷对刘晓彤的表现非常满意,正是因为她的存在,才让张长宁缺席对中国女孩所造成的影响降到了最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